回到台湾来看到交易线路草乡一楼三线道路边有一个测速照相 去年三月的时候设置之后啊 每个月平均取地超速违规高达八百件 但现在很神奇的是呢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罚单竟然是少了许多 原来是住在附近的一位民众 他发现了好几位朋友呢都被开单 他因此呢就很好心 在距离测速照相机前的几十公尺 他在路边呢就挂上了手写的看板提醒 而且呢颜色非常的鲜艳 让驾驶一目了然 驾驶人开车来到嘉义线路草乡一楼三线道 路边好几个看板颜色鲜艳一眼就瞧见 看慢一点看慢一点 右边有写测速照相耶 黄色压克力板手写前有测速照相 十几公尺的后方又有一块颜色鲜红 又在距离不远处才是交通单位的标志 在这些连续提醒之后 就出现了测速照相机 去年十一月装设 接下来三个月 平均每个月违规超速取缔达到了八百张 路边这间民宅屋主 朋友也被开了三张 他才会挂上自己写的看板提醒驾驶人 一六三线道路草段道路笔直宽敞 三年多前就有一名未成年少年自撞身亡 其余的大小车祸不断 大都是超速造势 而就在二月份手写看板装上之后 超速违规件数和去年十一月相比 少了将近两百件 不少驾驶人都是因为看到手写看板而减速 感谢屋主善心提醒 只不过这两张看板 其中一张挂在电线杆上 恐怕违反废清法 一旦会堪确定将会予以拆除 记者张俊荣嘉义报道